莫少 夫人她又走了 作者 围城 演播 田小莫 莫少 萧熟 第四百一十集 电梯维修工算是一个闲拆了 所以当监控室里的一个组长 带电话给他的时候 电梯维修工并没有很快地赶来 五分钟以后 莫千行实在是不想等下去 在监控室的小组长 再次给电梯维修工打电话时 把手机抢了过来 喂 我再给你们三分钟 三分钟以后 我来见不到我要的人 你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滚出莫氏集团了 电梯维修工只知道莫千行的大名 上哪知道 这个电话那头跟他喊的人 就是莫氏集团的莫总呢 但是莫千行说话的威严还是在的 所以 电梯维修工 这才着急忙慌地往这边赶 到达富三楼时 已经是第四分钟了 等他们跑到疫区时 莫千行抬头 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你们迟到了知道吗 把这个电梯绣号以后 就可以去人事部递交自己的辞职报告了 两个电梯维修工 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这就是自己最大的上司啊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这两个电梯维修工 只好尽职尽责地 开始自己的工作 来到佩电室里 发现这里的线路 被人动过手脚 其中一个 便跑到莫千行的旁边 电梯没有坏 是有人动了手脚 这才导致电梯停在了富三楼 和富二楼的中间就不动了 我们现在把路线改过来就可以了 莫千行没说话 小尽点点头交流的 人为改动 那还麻烦你们尽快修复电梯 对 一看就是一个门外喊 只改动了电梯最基本的停止 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等下电梯动了 就会在富二楼或者富一楼停下 你们可以直接上去等着的 莫千行直接转身走了 小尽叮嘱维修工 等下你们修好电梯以后 就可以直接去人事部辞职了 工资不会少发给你们的 今天这件事情 也是给你们今后工作的时候提了个醒 辛苦你们了 监控室的小组长 可没跟电梯的维修工搭话 自己怎么说 也见过莫千行发脾气的样子 现在只求自保 他可是听见维修工说 这次的电梯事件 是人为事件 现在可要好好的抱紧 莫千行的大腿了 监控室小组长心中的这个想法 得到肯定后 屁颠屁颠的 赶紧跟着莫千行 一起上楼去了 电梯再次动起来的时候 宋人还以为自己发生了幻觉 但他知道 一定是莫千行来救自己了 他缓缓地闭上眼睛 今天遭遇 真是让他身心疲惫 电梯在副一楼缓缓打开 映入眼帘的 就是坐在地上的宋人 莫千行看着这一幕 别提有多心疼了 他走进电梯里 蹲下 缓缓把宋人抱起 宋人 宋人 你醒醒啊 我来救你了 宋人没睁眼 但是已经感受到了 属于莫千行身上特有的味道 他本能的反应 就是往莫千行的怀里蹭了蹭 莫千行无奈地笑了 把宋人抱起来时 发现电梯里还有一个纸袋子 莫千行是以小禁进去拿出来 三个人 没有一个里跟上来的小组长 他们同样也没坐这个出过事情的电梯 莫千行就这样抱着宋人 走到另一处的电梯 同样是等待坐电梯的工作人员 见到这一幕 大家是震惊的 大家震惊又放大的瞳孔 没维持多久 因为傲娇的莫千行 抱着宋人转身走了 小禁看见大家吃瓜的脸 还有随着莫千行的背影而移动 他看了看马上上来的电梯 指了指电梯说 电梯来了 你们都不上吗 这才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被打顿的众人这才想起 自己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忙 看见大家挤着上电梯后 小禁才跟上了莫千行的步伐 抱着宋人的莫千行 一边走一边后悔 自己刚才就是关丹心宋人了 他都忘了 自己身为一个总裁 是有专属电梯的人 莫千行的高冷行效 一向是深入人心的 这次竟然公然抱着一个女人 出现在等电梯的地方 又不知道会造成多大的轩然大波 想到怎么不说话 在专属电梯里 莫千行一开口 就说了这样无厘头的一句话 怀里的小姑娘眼睛动了动 大概也是觉得 自己现在装不下去了 索性在她怀里动了动 敲眯眯的睁开一条眼睛缝 她打亮着莫千行现在的表情 发现莫千行并没有什么表情 应该是津津不错 宋人这才把眼睛全部睁开 看着莫千行的下河线 那个 谢谢你哦 莫千行 你去富三楼干什么 在里面待了很久吗 身上有没有哪个地方 觉得不舒服啊 宋人回想起 自己刚才在电梯里的事 整个人都不好了 她一下子想起了一件事 紧紧拽着莫千行的胳膊 哦对了 你现在开完会了 我给你带的东西还在电梯里呢 莫千行觉得 宋人这脑回路真是太奇特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宋人这才想起 自己还在莫千行怀里 多少觉得 刚才的声音有些过于张扬 啊 那个 是你助理 他打电话给我说 你要我戴一件白衬衫 我这才开车出来的 所以你不能怪我 还有就是 你公司的电梯也太垃圾了 我刚进去就出了故障 差点死在里面 乖一点 等下到了办公室 你再好好跟我说一下 你今天发生的事情 哦 好 我知道了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